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最新消息 根据中国载然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 中国航天员乘组完成首次载轨交接 神州14号航天员乘组将于12月4号返回东风着陆场 12月2号晚 神州14 神州15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 两个乘组已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经过近三天的共同生活工作 我们神州14号任务程组已将空间站所有工作交接完毕 我代表3号15号已经过确认可以签字 随后 两个城组的六名航天员分别在确认书上签字 就要分离 我们即将完成神州14号任务 现在我交空间站钥匙交给你们 预祝你们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谢谢你们 我代表神州15号 感谢你们前期为我们打下良好的机会 我们一定圆满完成神州15号升级任务 我们在北京等着你们 谢谢 神州14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 将于12月4号乘坐神州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着陆场各餐饰系统正在开展迎接航天员返回的各项准备 中国空间站正式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模式 我们在北京等着陆场各项目的颜色